我們要請張心壯傳道夫婦來為兩位新人攻讀婚姻宋慈 歡迎宋慈的經文內容請參考程序單的內頁或頭一幕 我們一起來讀經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的人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你們做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生子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的 你們做妻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舊主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財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他丈夫心裡依靠他 必不缺少利益 他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得著嫌棄的是得著好處 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 房屋錢財是主宗所遺留的 唯有賢惠的欺是耶和華所賜的 但願送贊尊貴榮耀 全世都歸給他 直到永永遠遠 乾杯 讓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張新創夫 為兩位新人攻擊真宗慈 謝謝 謝謝 你是我心裡的眼睛 住行我看見神的榮耀 你是我心裡的耳朵 散開我聽見神的呼召 兩個世界的人 相信同的神 跟隨耶穌基督 聘受神明充滿 以後人生道路 聘受神明充滿 聘受神明充滿 這是聖經 敬拜讚美的靈革 充滿我們的門 感謝祷告的謊言 充滿我們的家 聖經受神明充滿 小天生 洗練習 一生是風也何況 劍正出愛 永遠長存 我們每一個兒子 都被聖明充滿 我們每一個女兒 為耶稣做見真 一家人,一代人,一生时风也荷花, 见珍珠海永远长春。 你是我心灵的眼睛, 熟悉我看见神的脸。 你是我心灵的耳朵, 敞开我听见神的领导。 两个世界的人,相信风和声, 跟随耶稣节奏,一生生命装满。 以后人生道路重新, 同身边测试神经。 清白赞美的一刻,充满我们的门。 感谢祷告的方言,充满我们的奖。 一家人,一代人,一生时风也荷花, 见珍珠海永远长春。 我们每一个儿子, 我们每一个儿子,都被圣灵充满。 我们每一个女儿,为耶稣做见证。 一家人,一代人,一生时风也荷花, 见珍珠海永远长春。 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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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 祈祈祈祷永远 敬拜赞美的灵灯 充满我们的门 感谢糟糕的讨厌 充满我们的家 生前生 心里心里生是风也和花 见证主爱永远长存 我们每一个儿子都被圣灵充满 我们每一个女儿为耶稣做见证 一家人每一代人 一生是风也和花 见证主爱永远长存 见证主爱永远长存 外头起起 一年生意 统统打八折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基隆堂 祈祝福美好的现世 手牵手心连心 一生事奉耶和华 我还不知道灌艺有个女儿外号叫灌头 不过从今天开始 你确实是灌头 因为你灌上头的名号 看了他们 看了他们又看了玄灵牧师 百感娇气 一方面是很兴奋 但一方面就是 哎呀 要跟玄灵牧师一样 虽然我孩子还没结婚 他成功以后 你们的孩子也要叫我公啊 没有什么送你们 送你们一个套餐 三合一的套餐 因为关于打电话来说 牧师只有二十分钟 没问题 二十分钟 一定绝绝 送一个三合一的套餐 希望这个套餐 能够让你一辈子里面 可以长长久久 那这个套餐有三分内容 第一项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婚姻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婚姻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看对脸啊 然后就 就这样首先 走进你他而已 婚姻是有使命 因为上帝是婚姻的 创造者 设计者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什么 要生养众多 没有错 你们的封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干嘛 从头上请你们 请你们当国策国律 因为少子话是国安的问题 是要生养众多 那不只是肉身的生养众多 而是这一辈子里面 上帝所交给你们的 那个婚姻 那个家庭 到底上帝给你们有什么样的命令 有什么样的护照 让你们手中的工作 可以生养众多 所以现在是开始 你们要去开始设想 上帝到底在你们生命当中 有什么样的担阻 让你们结合在一起 不只是因为你们从年幼的时候 认识长大 然后看对眼 然后感觉不错 可以托付终身 然后就走在一起 不 婚姻没有那么简单 那不是地上的婚姻 是上帝在你们有一个计划 好好的 两个人同心 祷告 因为 新娘妈妈是一个祷告人 好好的祷告 寻求上帝在你们 这一个家庭里面 甚至这一个家族里面 有什么样给你们的命令 然后让这样的命令 可以丰丰富富的 传立出去 这是第一项打餐 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重点 对基督徒来说 这套餐的第二项 是上帝给你们一个成长的计划 这个成长的计划 上帝的 像一个伟大的雕刻师 怎样把冠一雕成最合适 最完美的丈夫 上帝手中的那个句子 就是 悉 悉 就是你 有时候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 上帝就是 让你的气质让你觉得很受不了 好像在你生命里面 把你切了一块 对不起 那一块一定要切 对 所以你们过去的争吵过程当中 请你心里面打理好 神保这样一个姐妹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他就是上帝的那个句子 把你多一个部分 锯掉 把你多一个部分锯掉 他也是上帝给你的什么 给你的一个那个敲子 有些地方是用锯子锯的 有些地方是要用那个锤子 那个敲子 这样慢慢慢慢敲 没去也痛 脚也痛 这是你成长 成为一个好丈夫 成为一个合神心 丈夫的必经的过程 所以你要为上帝在 清云的身上 带给你的爱的麻烦 你要忍耐 你要感谢 你要赞美神 当然有时候他会像一个什么 沙子 磨一磨你会觉得很舒服 让你好像很粗道的地方 变成很光伐 变成很光伐 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丈夫 绝对是 喜悦会帮助你 他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 所以我想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细节 会有很多的差异 会有很多的冲突 这每一个夫妻都会经历过 但是别忘了 他是上帝 调割你成为丈夫 最佳的工具 最佳的工具 你要为有这样的一位 美丽的妻子 美好的妻子 要常常感谢神 即使有时候 心里面很生气受不了 还要感谢神 还要感谢神 那相对的 对心来说 你要成为一个最成熟 最有才德 最美丽的妻子 上帝为你预备 一样的锯子 一样的一个锤子 一样的一个沙子 那就是 观影 观影 你能够成为一个好妻子 确实是 他是上帝给你手中 最棒的工具 生活当中 我知道有很多 你们要学习的 这个我就不说了 因为你从你们 雙方的凤零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不说了 给你慢慢去揣摩 但是别忘了 你们对方都是上帝 做成 你们能够成为好丈夫 成为好妻子的 最佳工具 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 成长计划 这是第二个 这个套餐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 这个套餐里面 第三个是 婚姻不只是一向神圣的使命 必须找到命令 婚姻也不只是上帝给我们一套成长的计划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美好的丈夫 美丽才的妇人 这个婚姻也是一场荣美的侍奉 荣美的侍奉 刚刚信号传道 他们夫妇所说的经文已经提醒我了 侍奉神从侍奉谁开始? 侍奉怪异 侍奉神从侍奉你的妻子开始 上席圣经里面有句话说 爱神必须什么? 从他你看得见 爱那什么? 看不见的神必须爱 看得见的什么? 必须 同样爱神必须从爱你的妻子开始 服侍你的妻子开始 你要用这样一个古人的心智 让你的妻子开心、放心、甘心 让他跟你一辈子 你要知道他把他一生交给你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我们都会年华老去 可是即使好像感情变淡的 那个恩情绝对绝对不能忘记 因为他把他一生的青春都给了你 你要好好的服侍他 好好的服侍他 让他各方面都能够开心 让他的父亲 双方让他的家族都能够开心 同样的这句话 也是说在西云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也是要服侍你的丈夫 让他在各方面里面 能够越来越有成就 当然这个成就不是工作上的成就而已 是让他越来上帝在身上的计划 越能够成全 所以很简单 没有超过时间 很简短 三合一的套餐 送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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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是你期待的 但是期待也要看配合 除了配合我以外 还要配合台下的慧众 会来问一些的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 在主面前一个很神圣的立约 我先来问 有关于弟兄 你相信 今天的婚礼 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 周西明姐妹 是上帝为你所奔配的 妻子吗 我是阿世 好 问一下 后面有没有听到 后面没听到不算 我听到这个很清楚 后面有没有听到不算 后面没听到不算 后面没听到不算 再来 时间能不能二十分钟 结束就看你了 看你的单铁的力量 我可以包容一下 后面 有关于弟兄 你是不是很坚定的相信 今天的婚礼 是神所为你预备的 这一位旁边的 周西明姐妹 是神为你所奔配的 妻子 你接了她 爱她 欣赏她 保护她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第二个 有关于弟兄 你是不是愿意 接纳 还有尊荣 周西明姐妹 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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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家人